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所以远离 就是你一路修行 从凡夫地跳到四圣法界到成佛 你一路都在远离 凡夫远离出的知末无名 也就是见识二祸 三贤味的破成沙无名的细祸 本绝破维系成沙无名的一品生相无名 这一路都是在远离无名 对我们所产生的诱惑 这是第一重的关系 那以我们而言各位前嫌 你还在凡夫地呀 你第一个要远离的是什么 身心的幻香 我直达对于色深的执着 对于对境而起 所起的那个意识分别心 那个就是你修行的第一步功夫 狂信歇歇吉菩提 是不是 你要先能够指望心 你才能够慢慢进入到儒幻三昧 那儒家的东西也一样啊 你看五步功夫 知指而后有定静安律德 大学正式里面孔夫子怎么说的 那个指就是先指望心啊 你指了望念以后 你才能够指于事 什么叫做指于事 我望念歇了 望念就是那个不平等的人心的对待 指于事就是我在现实生活 各种角色的扮演 不因为主观意识的一个分别 我做的不够圆满 我们先不要讲别的 我们谈夫妻的爱 那是我们千挑万选的对象 台湾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 因为在夫妻结合以后 他不渐渐渐事事趁你心如你意 倒不是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生活习惯不一样 各位前仙 你都觉得实在是无名怒火三千丈 会不会 连你自己千挑万选的人 他的做法跟你的惯性的做法不一样 你觉得那个爱好像出不来了 你说哎呀因为我三十岁嫁他 三十岁以前我没有跟他共同生活 那我讲你的儿女是你生的吧 从怀胎就在胎教啊 他不会动的时候你还蛮爱他的 因为吃饱了就睡 睡饱了就吃 就算是吃喝拉撒睡 也没有造成多大的负担 但他稍微开始追赶跑跳碰的时候 你叫他做他就跑来跑去 你叫他读书他就看电视 对不对 你叫他做什么事 妈妈我累了我要睡觉 前面两个眼睛有没有 大大的精神摆背在盯着电视 下面帮我倒一个垃圾 妈我好累哦 我要去睡觉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这儿子啊哪里行 你对他的爱一瞬间有没有 就从一百分降为九十分 那如果哪一天在学校里有了事情 老师要我们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有没有 你就觉得下领住啊 那个时候已经爱不出来的 只想把他打死 我养了你没有真光 还让我丢人现眼你看 就会这样子我问你 你一路生过来 照我们的方法在教养的人 你的爱有没有真结 有 你还要讲别的吗 那为什么 真的孩子那么十二不是吗 不是 你当下的心境 你如果觉得很高兴的时候 有没有 哎呀这个孩子有够可爱 你看活蹦乱跳 你如果那一刻正遇到 无名在缠绕的时候 那个孩子坐着你都觉得他死气沉沉 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无名啊 所以你第一个先远离对生的执着 远离你跟层相遇的第六意识心 不要让他左右你一切的行为 第一堂课就跟各位前贤讲 道理明白就是让我们不要陷于相同的错误 你要先进化天下人的身心 请先进化自己 我都不能左右我自己 我还能够左右别人吗 都做不到的 所以不论你从前面讲 或者从后面倒数 其实佛给我们的千叮零万交代 都没有离开第一步远离 远离让你六道轮回的最大祸首 就是四大甲合肢体 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性 这是我们提到 回过头来看经文 学到的过程 先远离身心幻象 那谈身心幻象 再跟你们补充一个资料 因为身心幻象就产生了自体爱 对不对 你就会有不同的财色明实睡 习性的一个需求嘛 然后因为你有对不同的一个环境 有不同的爱政之心 那就是你的主观意识在作用了嘛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讲课的时候 你可以铺陈的东西啊 那个就是境界爱嘛 各有所好 就像我们今天吃的那些东西啊 前嫌我们宝月姐讲 哎呀那个竹笋丝有一点辣了 我吃的刚刚好 我觉得那个笋丝又嫩 而且微辣 很开什么 开胃口 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他没有绝对的对错 但是总而言之 你永远不要忘记 你跟人家分享心得的目的 是在于能够唤起对方的共鸣 理解没有 我讲给你听 是希望以我的心得 唤起你的共鸣 共鸣就是你有回想 讲到人生的干苦谈 我曾经经济落魄过 哎呀我也曾经潦倒过 啊我在家庭生活里面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啊我也曾经有 这个叫做共鸣 那你是怎么样 把过去种种不如意 不舒适的一个境遇 你现在把它改变呢 你跟我有相同的一个遭遇 那现在你好像心花朵朵开 你是怎么样熬过那些关头的 你用什么方法去超越那些东西的 是你换了一个啊 还是搬了家 都不是 那你怎么改变的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山不靠近我 我就走向山 听过这一句话没有 不是用闪避 视若无睹 那个叫做掩耳盗铃啊 那不是正本清源之道啊 所以你在一路上 不论你在任何一个班旗 跟人家分享的经典的题目 或者一些生活化的题目 你无非都是希望 借此唤醒台上台下的共鸣 有人听到了你的心得 他觉得我应该要跟你一样 坚定走这条路 我就能够拨云见什么 见愿啊 你就成功了啊 你整个班旗 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接受 佛陀在世的时候 不是也有人不听他的吗 设授有缘嘛 你尽心尽力做了 就问心无愧了嘛 每一个人这样子弃而不舍 到有一天我们果地成佛了 再回过头来 把因地发得普助众生的大愿 因为一切总之的开展 我能做得更圆满无缺了 我就不厌生死 一次两次三次 释迦牟尼佛八千四 我也不比他少 你成佛了 你绝对不会比他少 为什么 自信里面 所含藏的爱人之德 是那一股对众生的一个悲悯心 让他不厌其烦 那那个众生从哪里来 每一个众生 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幻化 行书体不书啊 只有让你们都离苦得落了 我才能够清静圆满 你看那股力量是多么的强烈啊 有那一股力量在推动我们 你当然在来人世间 你不会迷恙 而我们现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是要建立自己庞大的信心 涵养自己那股力量 慢慢要越来越具足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要如何远离 就是透过佛的意理 了解身心 都是幻化的境界 夫妻也好 儿女也好 手足也好 你有诺大的家产 终究是昙花一现 他不会跟你形影不离 永世相随 善缘了了 来生未必会相逢啊 可是如果恶缘来了 你没有一个妙智会去解决他 他会雪上加霜哦 通常我们在这个区块会出问题 我们在顺境里面 我们容易贪恋 结果又衍生出另一生的因缘果报 在逆境里面我们不甘心 为什么我都要吃亏 为什么我都要退让 这个不甘心就会让你在解决事情的时候 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你留下了人生最大的遗憾 终究是你自己打的死结 来生你还要亲自解这个结 那又何不来栽了呢 这一个顺境一个逆境 你一个拿捏的不好 那就是六道轮回投出投没 循环不一样 人生是为了仇业而来 那仇完了不就没事了吗 那为什么仇来还要再转世呢 讨报的过程里面 贪得无厌 讨过头了 还的过程里面 心不甘情不愿了 该还的没还了 你看看 这些就是我们投出投没 原本这么简单的时候 因缘果报还了就了事了 就是因为处理方法的不得体 因因果果没完没了 你说这个人杀人就一定有罪吗 那还未必啊 现象界是你杀他 三是因果里面 你说不定还欠他两头命呢 理解吗 这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表象所看到的答案 对别人我们慈悲 都是善解 对自己都用严苛的条件 就用一种学习的心态 我有的时候也会不耐烦 相同的是不断的要一直在做 我就业这么重吗 我就欠他这么多吗 对不对 我也会不甘心啊 可是我反反复思维 我就想到了当年莆田 妈祖他们一家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一个穴 衍生出他临家的那个鸡业啦 不就是在他们的祖先辈有一个阿嬷吗 乐善浩斯吗 每一天早上去供养那些穷苦人家一个馒头吗 任何人只要三三不济 来我这边拿馒头我都不拒绝的 那有一个出家的一个道士就想看一看 你这个乐善浩斯 是不是会有拣选啊 他每一天去拿 他要看老阿嬷有没有看到他 你每天都来 近过一星期 现在过来 你是怎么 你没有事情好做吗 看他有没有不耐烦的心态 老阿嬷没有 那个道士 每一天去拿 拿了三年啊 一千多个馒头 你什么心想 他计划一千多个馒头 各位前贤 讲一讲你都觉得很简单 你天天看一个人有没有 很大方很光明正道 来你这边拿 你觉得我是要布施给穷人啊 你就看起来身强力壮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会不会起这种无名 会啊 老阿嬷一样荒天洗地 这老阿嬷那一世种的什么 种的善因啊 人家灵氏祖先有没有 就庇佑了后代的子孙 一生的芝麻那么多 做高官后爵 所以看人家收获 你要看人家前面怎么获 我就用这个故事告诉我自己 老阿嬷还没有说要学佛啊 对不对 他不过就是金箍蓄寡 可怜贫穷人 你是立志要做菩萨的人啊 你要修佛的人 你不是发了大怨吗 我们历清口怨不是讲吗 赴汤到火万死不辞啊 现在也没有叫你抛头颅洒热血 也不过给人家一个方便 怎么了 做了两个月三个月你就不耐烦了 你的心量就看得出来 于是你就想每一件事情都在给我学习 提供我如何扩展心量 如此而已啊 你不要当做我欠汤那么多嘛 学习嘛 转一个面 我说山不走过来 我走过去总可以吧 那你怎么走过去 不是去撞山啊 你的道理转过来 所以这第一层 远离我们的身心幻象的世界 看起来粗浅 他不好割舍 因为这正是六道轮回的关键 有自体爱 有境界爱 就有当生爱